0402台鐵太魯閣號意外傷亡事故 根據統計 桃園市有三位族人罹難 其八名傷者 其中零性婦女因終傷住院治療 為了協助受難家庭度過困境 桃園市原民局表示 會在8號前發放各項理賠金跟慰問金 給予食指幫助 原民局也允諾完成其中一位罹難者 陳小妹妹的家屬信願 另外我們陳小妹妹跟她的姑姑 他們是住在儒主 他們也有個要求 是希望他們將來能夠 進駐在我們的儒主的生命延期 這部分我們的民政局也同意了 一切的費用 我們都會做減免的方式去處理 事發後新北市原民局 也立刻啟動救援機制 並掌握傷亡名單 目前所知罹難者三位 兩位仍在醫院救治 新北市原民局強調會盡全力支援 除了金額上的援助 後續也會透過社工單位 啟動關懷措施 聯繫慰問 陪伴家屬走過悲傷歷程 希望早日走出意外事故的恐懼 原市新聞胡頌曹中生 臺北市採訪報導 臺北市採訪報導 並且給我們請到達最終的 關於消防 並且考慮 為明天前 我們是大事